第468集 关清月真的不甘心,水井就在跟前,只要将瓶子里的东西倒进去,以后再也没有杨如新了。 这个人怎么还不走? 还说。 此时,四妞儿几个跑了过来。 你不是说要给我们鞭骂着吗? 好。 黄海就跟着几个小的走了。 关清月顿时一喜。 天助我也。 她急忙跑到井边,刚逃出瓶子,手腕上好像被什么东西遮了一下,瓶子一下子掉到地上,滚出去老远。 关清月的心都要跳出来了,不过好在这个时候,万院没人,急忙跑过去将瓶子捡了起来,迅速地打开盖子, 全部地倒进水井里。 此时,内月儿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。 关同事告辞出来了。 关清月急忙用帕子将瓶子包起来,塞进怀里。 等出了杨家大门,关清月这才松立口气,心里却有十分的忐忑,想起之前的那只老鼠,他忽然浑身冒冷汗。 你怎么了? 关同事皱起了眉,怎么这么磨磨蹭蹭的? 赶紧的,回去还得做饭呢。 哦。 关清月胡乱地硬了一声,急匆匆地就往前跑。 你这丫头,要不就在后面磨叽,要么就那么急急火火的,什么时候能长大呀? 关同事抱怨了一句,然后也加快了脚步。 铺子里,杨如新看着小绿换回来的瓷瓶,脸色十分难看,这是剧毒,虽然不是立马毙命,但是中毒的人却是会承受万剑穿心般的痛苦,两克中之后才会弃绝身亡,不可谓不恶毒。 夫人,这事不能姑息,杜曼大着肚子,暂时不用做事,但是每天都会过来陪着杨如新做真相活说说话什么的。 这么小的年纪,就这么恶毒,将来还得了吗? 杨如新点点头,让春花将家里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,将这个事儿说了。 其实,关青月进门的时候,小绿夫妇就察觉到他身上的毒药,这才给掉了包,然后给了他机会,没想到还真的敢下毒。 这孩子,怎么这样啊? 朵恩秀吓得脸都白了,只要不是小绿机灵,他们一家子是不是全都完了? 这到底,有多大仇恨呢?竟然想毒死我们一家子人。 冯子兰也是一脸的愤慨,不行,这事儿不能这么了了,一个小姑娘嫁嫁的,竟然这么恶毒,如果这次就这么算了。 以后还不知道,他会谋害多少人呢? 我去将他抓来。 顾炎转身叫出去,回来。 杨如新倒是没生气,急忙叫住了顾炎。 这个毒药,一般人根本弄不到。 大姐的意思,是有人给他的? 顾炎皱起了眉。 嗯,关青月固然可恨,但是更可恨的, 是幕后之人。 那就将幕后的人,修出来。 顾炎的眸子,微微眯了起来。 他现在下了毒,肯定要送信出去。 南宫逊,你去监视关青月,发现情况,立刻送信回来。 是。 南宫逊转身,就往外走去, 可是,还没等他出去,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拍门声。 夫人,是关青月。 叶周进来禀报。 他是来看咱们死没死吧。 三妞冷哼一声。 你稍勿躁。 周小姐妈拉了一下三妞的手。 让他进来吧。 杨如新倒是有些意外。 杨如新! 关青月急匆匆地跑了进来, 头发都跑散了。 杨如新,你家的井水不能喝了。 所有的人都愣了。 他这是什么意思? 为什么? 杨如新倒是不动声色。 因为,因为。 关青月愣住了,他要怎么说呢? 关青月,你这大晚上的忽然跑到我家来说, 我家的井水不能喝了。 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? 杨如新的语调淡淡的。 我这井水,这才刚打了没多久,特别甜。 你这话需要理由啊。 关青月闭了闭眼。 因为,井水有毒。 有毒? 我,我吓得。 关青月咽了口唾沫。 哼,既然下了,干嘛还要回来说呀? 我恨你,但是我没想过杀人。 关青月浑身发抖,她是真的害怕了。 我,我想你倒霉,但是我不能做杀人的凶手。 还好你们都没喝,还好你们都没喝,我不算犯罪吧。 杨如新忍不住笑了。 喝了,喝了呀,说着扫链门口的顾成。 什么? 关青月一下子摊坐在地上。 那我,那我。 顾成翻了个白眼,然后一下子倒在地上,开始抽搐起来。 如果我们有什么事儿,你就是杀人凶手。 三妞儿上前一步。 关青月,我们到底怎么腻了? 你竟然这么恶毒。 我,我。 关青月看着跟小老鼠一样反应的故城,脑子顿时一片混乱,根本就回答不了三妞儿的问题。 不过却忽然灵光一闪。 杨如新,你不是神医吗? 你能解毒呀? 你救救他,你救救他呀,我求你。 这毒厉害得很,我根本解不了。 杨如新摇了摇头,我只能去报官了。 到时候,你是杀人凶手,你的哥哥也就不要靠近视了。 那,那又怎么样才能解毒呀? 这毒嘛,很诡异。 必须要下毒者的血才能解。 血? 关青月哆嗦了一下,但是看着地上的故城,忽然咬牙,一下子咬破了自己的手指。 我,我有血。 说着过去,就往故城嘴里滴。 故城的心里好崩溃呀。 杨如新的嘴角也抽了抽,这反应完全出乎意料呀。 顾明起码拿了个小碗过去。 不是这么用的,滴这里吧。 关青月忍着疼,滴了小半碗,这才被叫了停。 杨如新也给了故城一颗要丸,让他停止了表演。 杨如新,我知道错了。 关青月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,我就是嫉妒你。 我还生气,你对李湘小雨他们,比对我好。 我承认,我天天诅咒你倒霉。 但是,但是我真的没想过去杀人呢。 关青月,我们可没哪里对不住你们老关家呀。 董文秀气的,上来拍了关青月一巴掌。 当初,还是你们死逼着我们退亲的。 现在,竟然这样祸祸我们,你们的心呢。 我大姐当初还救了你,早知道这样,真不该救你。 阿尔妮儿也是一脸后怕。 我错了,我错了,我以后再也不敢了,我不敢了。 关青月跪在地上,哭得凄惨。 闭嘴! 杨如新忽然一拍桌子,关青月吓了一跳,却也不敢再哭了。 杨如新语气很严厉。 你说,谁给你的毒药? 我不认识。 关青月急忙摇头。 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,很厉害的样子。 她手一伸,就能将草里的老鼠吸上来抓住。 一下毒之后,怎么通知她? 放这个。 关青月拿出了一颗信号弹。 不过,我没敢放。 夜色渐浓。 忽然,一道淡蓝色的光运划破了天际,在小苍山的上空爆裂开来。 不过,那颜色跟湛蓝的夜空有些接近,又没有声音。 所以,如果不是在野外,或者是正好在观天,很难察觉。 很快,一个黑色的身影就从山上窜了下来。 不过,却没有立刻靠近小楼,而是站在安全的位置,盯着那座小楼。 隐隐的,小楼里传来痛苦的深隐声,甚至还有人试图推开门往外走。 可是刚下了台阶就扑倒了,面具下的嘴角微微勾了起来。 没想到,那关青月竟然还这么好用,或者,这就是不防备的结果吧。 面具人又看了一会儿,确定不会有诈,这才下了山坡。 站在院子外面,就能闻到院子里淡淡的血腥味。 走到门口,用脚将那个扑倒在门口的人翻了一下,是看门人。 此时嘴角有血,人已经断气了。 继续往里走,外院倒了两个人。 进了二门,院子里趴了几个丫头。 开着门的大厅里,也趴着几个人,不过,却一直没看到杨如新,甚至没看到杨家的人。 顿时觉得不好,起猫跳到了院子里。 你在找我吗? 二楼阳台上,杨如新扶着栏杆,看着院子里的蝶舞。 你,你没中毒? 蝶舞瞬间觉得,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哼,蝶舞,你是不是傻呀? 杨如新吃笑了一声。 哼,我是神医的徒弟,号称小神医。 我还是堂门前门主堂万千的徒弟。 我最不怕的就是毒了。 你竟然让人来下毒? 关青月整个人都不好了,也就是说,就算自己不来,杨如新也不会中毒的。 蝶舞的心里也是握了一大把的草,这女人怎么这么狡猾呀? 不过,她现在试魂大法已经练到第三层了,杀她也足够了。 只是,还没等她出手,杀器就四面八方地射了过来。 在时够不到杨如新,只能先应敌了。 蝶舞,今儿就是你的死日。 顾炎带头,跟上官飞等人,揪着一张大网兜了过来。 蝶舞一看不好,起毛斜着飞了出去。 她现在内力大增,轻功也好了很多。 所以,堪堪地避过了大网,站在了墙头上。 住人调整了方向,又兜了过去。 蝶舞只能跳到院外。 住人就追到了外面,空间大了,网就不起作用了。 所以,就放弃了大网,亮出了兵器,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。 隔壁小楼里的董文秀等不会功夫的人,大气不敢出,心里却担心得要命。 当然,也有想冲出去的,比如三妮儿,但是却被周小给拉住了。 这丫头出去就是送死,好在三妮儿也就是说说,她几斤几两很清楚。 现在,也就做个杨百合那样的还行,真的动刀动枪,根本就不行。 杨如新松了一口气,刚才就趴在院子里打起来。 到时候,院子可就遭殃了,修起来还得费银子。 蝶舞的内力大增,也因此,那些武林中的人,就算找到她,也没杀了她。 可是顾炎等人,那都是一等一的高手,这么多高手夹击,还是有些费劲。 杨如新也出了院子,身边跟着杜成修夫妇。 杨如新,今天不是你死,就是我王。 蝶舞知道,如果今天失败了,以后想要杀杨如新就更难了,所以,索性豁出去,那么就同归于尽吧。 哼,肯定是你死。 杨如新看向蝶舞,蝶舞忽然大叫了一声,顿时,一股强大的内力四散开来,犹如飓风一样,将周围的人全部给掀翻了。 这是练了邪功了? 杨如新的眼皮跳了一下,这感觉怎么就跟看电视剧似的? 刚才那一下,就跟五毛特效的感觉一样。 是魂大法。 杜成修的脸色变了。 的确是邪功,夫人,先离开吧。 试魂大法,吸人魂魄魄吗? 是,具体什么样我也不清楚,只是在十年前见过一次,不过显然,他只练成了皮毛。 那练成试魂大法,会金刚不坏,还真能百毒不侵? 对不能,听说内力会成倍的增加,然后能吸人魂魄。 既然不能百毒不侵,那有什么可怕的? 杨如新忽然诡异的一笑,他擅长的是毒呀。 蝶舞此时,已经朝着杨如新扑了过来,就被顾炎等人给拦住了,只是不过几招就被打飞了。 杨如新看着,朝自己伸手的蝶舞,忽然双手一甩,月光下,两道影子嗖的就蹭了过去。 小绿和小银如果真的进入战斗水平,那真的是堪比闪电般的速度。 基本上,内力一般的,眼力不是十分好的,根本就看不清他们的动作。 蝶舞此时注意力都在杨如新的身上,猙獰地抓向了杨如新。 杨如新就感觉,自己似乎被一阵飓风给刮了起来,不自觉地就朝着对方走去。 夫人! 杜成修和叶氏,其眸一左一右地拉住了杨如新。 他娘,抓好夫人! 杜成修忽然说了一声,自己则松开了手,朝着蝶舞打了过去。 蝶舞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杜成修,不过也就四五招而已。 杜成修就被打飞了,跌落在不远处,喷了一口血。 他爹! 叶氏忍不住叫了一声,可是却没松手。 我没事。 杜成修紧猫从怀里,掏出一粒药丸,吞进了嘴里。 你看好夫人就行。 叶氏松了一口气。 杨如新感觉身体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被剥离似的,那感觉真难受。 肚子里的孩子们似乎也感受到危险,开始躁动起来。 不过,就在杨如新觉得自己似乎要被扯走的时候,对方的力量忽然撤了。 顿时,杨如新松了一口气,肚子却难受得,浑身冒起了冷汗。 叶氏惨叫了一声,踉抢着倒退几步,这才发现自己被蛇咬了,甚至不知不觉中,被咬了很多口。 叶氏提了几次内力,也没提起来,整个身子开始发麻了。 想要将毒逼出来都做不到了,顿时悲愤的惨叫离声,转身就走。 顾炎等人却重新爬起来,围拢了过来,这次无论如何,都不会再让他走的。 夫人,夫人你怎么样,夫人。 夜市紧紧掺着杨如新,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一下呀。 杨如新做了个深呼吸,摸了摸肚子。 宝宝,你们要争气,妈妈在打坏人,你们,要陪着妈妈。 说来也奇怪,随着她的动作,肚子里的孩子慢慢平静下来,那股难受劲儿也慢慢消失了。 我没事了。 夜市看着杨如新的脸色不像强撑,也就放下了心。 夜巫已经没有战斗力了,不过她也算是个强的,小六和小银的毒,那都是见血风猴的。 可是她愣是没有当场毙命,可见这世魂大法还是很厉害的。 杨如新慢慢地走了过来。 夜巫,还有什么话要说吗? 城王败寇,我没什么好说的,要杀要垮,随你的便。 夜巫采笑一声,眼泪掉了下来,却艰难地擦了一下。 其实,我就是太着急了,如果我练成了世魂大法,死的就是你了。 可惜你没练成,杨如新贪了贪手,这个世上,没有如果。 蝶舞微微点头,但愿下辈子,不要遇到你,更不要,爱上少主。 好。 杨如新点头,顾言上官非等人的武器,同时招呼在蝶舞的身上。 夜巫闭了一下眼睛,杨如新却呼出一口气。 他从来没想过要杀人,却被人逼得不得不杀人,但是,他却没有任何的愧疚感。 这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,他要活着,要让家人好好的活着,就不能有一点的仁慈。 但愿下辈子,你能遇到个你爱,也爱你的男人,但愿下辈子,你能做个好人。 一瓶化湿水,蝶舞带着不干,变成了一滩水,渗入了泥土之中。 本集播送完毕,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《蜡山里汉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